在日寇侵略中华的危机关头,无数中国儿女挺身而出,奋其反抗与敌人浴血奋战,涌现出了许多壮烈的英雄,创造了许多看似不可能的奇迹。 如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狼牙山谷壮士,在教科书上看见他们的英雄故事,五位抗日英雄不愿做俘虏而舍身跳崖,那时我们以为五个英雄都牺牲了,然而奇迹出现了,五个英雄中竟然还有两个英雄活着,五位英雄分别是马宝玉,葛振林,宋学义,胡德林,吴福采,其中活着的是葛振林和宋学义。 那时在1941年8月,日军调集七万多人对禁察计进行扫大,当时有三千五百多的日美军围攻河北一线狼牙山区的八路军,为了掩护机关转移,七连被留下了掩护,才完成任务后,七连留下了六班断后,当时六班只剩下了五个人,也就是后来的狼牙山武壮士。 当时他们在班长马宝玉的带领下,边打边退掩护连队撤退,当时他们选择了连队转移的反方向走,那里是狼牙山的顶峰旗盘陀,是一条绝路,五个人早就杀够本了,决心一死。 就这样他们把日美军引向了山顶,在打光了弹药之后,班长马宝玉率先跳了下去,之后,其他人跟着也跳了下去。 幸运的是,葛珍林和宋学义被树枝挂住了,才奇迹般的活了下来,他们两人被路过的人给救了,养好伤之后又回到了部队,后来葛珍林继续留在部队,建国还参加过抗美援朝,全身六处受伤,被定为三等甲级伤残。 回国后的葛珍林在湖南军区后勤处当副主任,后来还当过公安大队的副队长。 1966年,葛珍林因为伤病原因,提出了退养。 1982年,他正式离休,享受正师级待遇,对于他是狼牙山武壮士之一的这个身份,葛珍林很少对外人提起,连对自己的儿子孙子都不讲,以至于家人听说他的武壮士之一时,惊讶不已。 1986年,葛珍林被邀请去参加狼牙山武壮士纪念塔的路程仪式,在当地葛珍林还找到了当年就他的那个人,那人叫于耀夫。 没想到几十年后,两人还能再次相见,晚年的葛珍林住在衡阳市的干修所,他常说自己要替牺牲的战友多活几年。 2005年3月21日,葛珍林在医院病逝,享年88岁。